汽车产业寒冬兼未销,销量连续15个月下滑后,经销商扛不住了,新能源汽车2019年开始出现走坏现象,已经连续3个月下降,其中9月,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.9万辆和8万辆,比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29.9%和34.2%,下降趋势非常明显。 公开资料显示,沃尔沃某一车型降价6.8万,沃尔沃算是这波汽车行业衰退以来销量最好的品牌了,2019年1至9月份,全球销量同比增长7.4%,其中中国市场同比增长13.8%,这种逆势增长或许跟它的降价策略有关,而倡议书提到与经销商之间矛盾,也许这一策略没有达到上下有利益的均衡。